因為疫情的關係 最近其實不怎麼好約親戚朋友來家裡一起玩遊戲 但難得的春節長假 怎麼可以不想辦法同樂一下呢 一般的同樂派對遊戲都要大家當面才能夠一起玩 這次的電玩瘋就要在謹守社交距離的前提下 為想要和朋友一起同樂度過長假的玩家 嚴選 10 款平價的連線同樂遊戲 這幾款遊戲通通都可以透過網路連線同樂 同時還兼具低廉的售價和簡單上手的特性 讓每個朋友都能夠馬上投入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本週的特別企劃 準備好和朋友一起遠端拜年吧 說到連線同樂遊戲 去年最強黑馬Full Guys 糖豆人終極淘汰賽 當然一馬當先 糖豆人是一款最多三人組隊參戰的動作大逃殺遊戲 結合《百戰百善王》等經典綜藝節目的玩法 讓玩家們在連續五回合的競爭中互相廝殺 爭奪最後的王冠 雖然最終的勝利者終究只有一人 但可以讓玩家三人組隊參戰 一起在遊戲中成為東八三人組找機會妨礙其他對手 遊戲沒有上手門檻的操控 充滿創意的關卡設計 加上可愛的主角糖豆人和逗趣的音樂 更是讓它立刻成為網路迷因的焦點 僅需要台幣318 元就可以入手 上市沒多久後就突破了 2000 萬下載 喜歡連線遊戲的玩家 絕對不可以錯過這款超高人氣的同樂遊戲喔 如果你喜歡主過頭這類讓人手忙腳亂的合作遊戲 那就一定要來試試看胡鬧搬家 在這款超級混亂的合作遊戲中 玩家將扮演搬家工人 想盡辦法把搬家貨物給運上貨車 每棟房子都有不同的架構和陷阱 時不時出現的大型傢俱 更是讓玩家們手忙腳亂 雖然遊戲說明是寫紙支援單機多人 但實際上可以透過遠端共享遊玩功能 邀請朋友連過來玩 只要一套遊戲就可以大家一起玩 算下來台幣 675 的售價可以說是相當划算的喔 如果合作和對戰都不合你的胃口 那一起惡搞或許就是你的菜了吧 在這款紅遍全球的潛行遊戲 無名額愛搗蛋中 玩家就是一隻大白鵝 用你的叫聲和鴨嘴把小鎮鬧得雞飛狗跳 在千呼萬喚下在去年 9 月 終於釋出了雙人模式 你可以跟朋友一起連線再度體驗遊戲的五大關卡 運用雙鵝合幣的力量 一起欺負善良的村民 即便是原本過不了的難關 靠著兩隻鵝的力量就可以輕鬆完成任務 非常推薦給平日壓力很大的玩家 花個台幣 318 元試試看喔 若朋友想找款大雜燴類型 能夠一口氣體驗多一點樂趣的話 這款超便宜的Polamo Party 想必很適合你們 本作是可以四到八人連線對戰的派對遊戲 除了可以在大風型的大地圖上 使用道具互相攻擊對手之外 一旦踩到特殊格子 就會進入迷你遊戲的階段 這些遊戲簡單好上手 而且每一款都充滿友情破壞要素 絕對能夠讓你們度過愉快的連線時光喔 遊戲更是只要台幣 268 元就可以入手 CP 值可以說是高到破表喔 相信很多人會跟朋友一起打大逃殺遊戲來紓壓 但市面上常見的大逃殺遊戲 對不擅長射擊的玩家不大友善 常常打完之後挫折感高到爆表 但由我們電玩瘋選出來的這款可就不一樣囉 這款超可愛的超級動物大逃殺 是一款特別的俯視角 TPS 遊戲 玩家將扮演各式各樣的可愛動物 在這個島上四處蒐集物資 展開一場可愛的大逃殺 不只是道具和角色都做得超級療癒 對戰難易度也相當的低 就算是第一次玩或是槍法不好的玩家 也可以有十足的遊戲樂趣體驗 再加上這款遊戲即使不夠買正式版 也可以透過超級免費版來與朋友一起組隊同樂 光是看看那將近一萬評價的壓倒性好評 就可以知道玩家對於本作的評價了吧 如果只是連線打高爾夫的話 實在是太無聊了 但如果是把其他東西當成是高爾夫球打呢 這是一款以高爾夫遊戲常見的彈射機制為基礎 加入各種稀奇古怪要素的惡搞性遊戲 遊戲中準備了數十種不同的關卡 每關都有不同的機制和需要彈射的東西 在雙人模式之下 還可以使用這些可笑的機制進行超惡搞的對戰 讓你和朋友一起度過一個腦洞大開的夜晚 遊戲目前只要台幣318 元 就算是伯駿一下也相當划算喔 如果你喜歡典型的連線合作打寶 但又不想要老玩重複的內容 自然合作的Risk of Rain 2 就是個不同的選擇 這款Rogalike 類型的射擊遊戲 要透過不停的殺死怪物取得更多的升級零件 好讓自己能夠繼續存活下去 隨著你存活的越來越久 遊戲的關卡難度和新的隱藏要素也會繼續增加 總共有10 名不同的角色 超過110 個不同的升級道具 就算只是不停的換角色玩 耐玩度也可以說是高的誇張 想要在過年時和朋友一起打發時間 這588 元會花得相當值得喔 雖然恐怖遊戲一個人玩才有7 分 不過Fasmophobia 就成功的將連線同樂 和充滿壓迫感結合在一起 這一款奇特的恐怖遊戲 一開始就以連線同樂作為主打 玩家和朋友們必須一起深入鬼屋 並設法找出鬼屋內超自然現象的真身 遊戲中設計了數種不同的鬼怪 每一種都有不同的特性和線索 依照這些資訊配合道具 猜出鬼怪的真實身份 最特別的部分是還要透過語音辨識機呼喊鬼怪的名字 加深在鬼屋冒險的氛圍 如果是想要讓朋友頭皮發麻的玩家 請不要吝嗇你的248 元 抓著他們一起去找鬼囉 老派的動作遊戲玩家 有沒有準備好過年要來打格鬥三人祖四啦 這個系列睽違了25 年後的續作 繼承了典型的橫香卷軸動作玩法 在高品質的關卡中 填滿了多樣化的BOSS 和敵人 同時還有可以操控包含過去一到三代的所有角色的隱藏要素 等著玩家們來挖掘 遊戲當然可以連線闖關 還有不同難度和對戰模式可以挑戰 是一款內容相當豐富的作品 台幣318 元 絕對會讓你花的物超所值 在反應省速這點沒有辦法欺負朋友 想靠天才般的頭腦作戰的話 那在去年爆紅的Among Us 就是你的正解囉 在這款看似陽春的太空狼人殺遊戲中 玩家要分為太空船員和冒充者 展開耳魚我炸的對決 遊戲中充斥著滿滿殺意的投票機制和百變的死亡方式 對著朋友們胡言亂語的舌戰樂趣更是本作的一絕 相信只要玩過這款遊戲 很快就可以知道朋友中誰最擅長說謊 定價便宜的Among Us 僅僅台幣102 元 還有免費的手機版喔 看到單單去年11 月份 就有多達5億的活躍玩家 就可以知道這款遊戲有多適合同樂了 除了以上電玩瘋所選的這些遊戲 不知道各位觀眾的遊戲庫裡 還有哪些常備的派對遊戲 但這隨時跟朋友們一起玩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Sony Xperia 5 II 你最能一手掌握的盒手旗艦手機 細長機身各種握法都沒負擔 輕薄的163 克打再久都不累 誰說電競手機一定很大台呢